欢迎回到华尔街周报节目现场 本周美股震荡收低 投资人持续在消化财报 美联储最新的货币政策 以及强劲的新增就业 一月份反弹强劲的科技股出现了毁落 在此情况之下 投资人该如何解读盘式 有什么操作上的建议呢 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 再度邀请到的是 天交基金管理公司总裁郭亚夫 请他来为我们分析最新的美股走势 以下是稍早我们所做的专访内容 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 再度邀请到的是 天交基金管理公司总裁郭亚夫先生 请他来分析点评 美股市场的最新走势与发展 郭亚你好 郭先生本周呢 市场关注的焦点放在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他的经济谈话 那么鲍威尔强调呢 美国的通膨减缓已经开始 不过他也强调 还在很出奇的阶段 然而当天市场的反应相当正面 您怎么看本周美股市场的最新发展 本周美股受美联储官员利息政策言论所驱动而大幅震荡 虽然一月份的就业报告过于强劲 但鲍威尔主席在周三的谈话中 并没有向市场所担心的释放更应派的信号 当日市场虽出现短暂波动 但主要指数很快就从低点拉升 大幅收涨 然而在鲍威尔主席讲话之后 美联储李斯库克以及纽约明尼阿普勒斯 李斯满等分行行长都表示 需要继续加息以抑制通胀 引发了市场对利率政策以及经济前景的担忧 果在利率上扬 美股连续走低 从行业板块来看 能源板块随原油价格反弹表现较强 国际能源署提高了全球石油需求预期 以及美国炼油商需求回升都推高了油价 带动了能源板块 红利型的公共设施和不动产信托板块 因国债利率攀升而受打压 微软在其搜索引擎中加入能工智能 对谷歌搜索引擎业务构成威胁 同时市场担心谷歌在能工智能领域 处于落后地位 谷歌连续大火下跌 致使通讯板块本周表现坠落 主要指数在强劲反弹之后 攀升至关键的主力区 且处于短期超买状态 当然有不利的消息出现时 投资人就会锁力抛售出现回调 也是正常的现象 是的 一月份的美国就业数字是相当的强劲超出预期 这会不会影响到美联储接下来的货币政策调整 您觉得美国经济软着陆的机会是不是增加了呢 在上周五的就业报告之后 市场对联储加息的预期已出现了改变 原本预计三月份再次加息后 可能就停止加息了 但就在就业报告公布之后 市场认为三月份和五月份都会加息 特别是五月份加息的概率大幅提高 从数据前的三成左右提高到六成以上 而本周多位联储官员异口同声的表示 要完成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论中而倒也需要继续加息 利率分值可能会更高 而这两日市场对联储利率分值的预期也相应提高 已压住利率分值可能达到6% 比之前预期高出一个百分点 更有分析师认为利息到6%还不够 要把通胀压到2% 美联储需要将利率提高到8.5% 鲍威尔主席已多次强调 未来的利率政策将以经济数据为导向 所以利率分值是到5%还是到6% 关键还是看通胀回落的速度 近期的数据显示 就业市场强劲 服务业回升 经济似乎还没有降温 高盛的经济学家也认为 未来12月份美国经济进入衰退的可能性下降 从原来35%降至25% 但是周四美国两年与十年国债利率之差 达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最大弧度 利差曲线深度倒挂 预示准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美联储是否可以做到通过加息减缓经济成长 抑制通胀 同时又能避免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成功实现软着陆 可能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美股市场在1月份的表现是异常的好 那么现在进入2月份 这样子的走势还能持续下去吗 接下来还有哪些关盘重点投资人应该留意的 从历史统计来看 2月份的美国股市大多是发上可乘的 自1928年以来 2月份一直是一年中表现第二落的一个月 标普500上涨的概率只有五成多一点 平均回收为负的0.11% 但是也有例外的时候 就是总统任期的第三个年头 标普500在2月份上涨的可能性超过六成 平均涨幅为1.6% 而今年正好是拜登总统任期的第三年 如果历史重现 2月份还是有可能上涨的 但是之前我们提到过 美股自去年5月份以来 一直保持着震荡走势 标普500在3600点到4100点之间上下横盘 经历了1月份的快速攀称 标普500又来到了4100点左右的主力区 在美联储紧缩政策为明朗和经济衰退风险为消退之前 该主力区可能很难突破 所以如果没有突发的变数 市场可能会在高位盘整 但是现在市场不确定因素较多 投资朋友应密切关注市场的走势的变化 随时调整投资组合 而下周的重要通胀指标 CPI指数就是市场目前最关注的焦点 可能成为近期市场重要的驱动因素 因为通胀趋势将对美联储的紧缩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 也是要请教郭先生 在现阶段有没有比较看好的板块 或者是个股可以让投资人关注跟留意的 从本季的财报来看 以下几个行业的业绩强劲值得关注 第一个是在保险业 收益利率上升保费增加 第二是卡车运输业 虽然油价和卡车司机的薪资扔在高位 但是运货量和运费的涨幅都跑赢了油价和薪资的涨幅 提振了该行业的盈利 第三是博彩业 尽管受疫情影响 澳门的博彩业务收入疲软 但是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博彩业务已经强劲复苏 郭先生表示本周美股市场受到美联储多位官员言论影响 出现大幅的震荡 能源板块本周受油价反弹推动表现是较为强劲的 市场因为就业数字的畅旺调高了在五月份 再升息一码就是25基点的概率 不过高盛也认为美国的经济软着陆的几率也下滑了 从35%降到了25% 二月份通常美股表现是乏善可承的 郭先生认为如果没有突破性的因素的话 那么美股会呈现高位盘整 从本季度财报来分析 郭先生指出包括了载保险业 卡车运输业以及博彩业 值得投资人可以持续的留意 就提供您做一个参考 好的以上就是本周华尔街周报的节目内容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